接下来这个组织叫维管束组织 或叫疏导组织负责运输传导的 那疏导组织就是木质部与刃皮部 其中木质部负责运输水分跟无极盐 而刃皮部负责运输有机养分 那特别强调有机养分 因为水分和无极盐也是养分 属于无机养分 那我们刃皮部运输的是有机养分 主要是这卡 好那我这边都有刮呼 木质部主要的细胞有两大类为主 一个叫导管 另外一群叫做甲导管或叫管包 这个斜线代表是两个别名都可以用 木质部由导管及甲导管构成 甲导管就叫管包 那笔部是由腮管及半细胞 两种细胞构成的 好我们一一看 木质部有导管跟甲导管或叫管包 这些都是死掉的后臂细胞 你看到死掉的后臂就知道 后臂细胞会形成木质部 形成中空的管子来运输水分 好这是导管 甲导管长得不是这样 我们来看它的视义图 来看看导管跟甲导管 如果今天看来是导管 上下相通变成一个很长的管子 让水分在里面运输 所以上下细胞壁完全打通了 可是它的墙壁侧面有孔洞 叫做壁孔 你看这壁孔取得真好 墙壁上的孔洞 墙壁在侧面 天花板跟地板没了 打通了 其实这个很长的管子 这个构造叫导管 是后臂细胞 但甲导管不是 甲导管上面跟下面是封闭的 那怎么运输就变成 哎呀到这水分 我画一个图好 水分往上运输到这 卡住了怎么办 只能横向运输 再往上往上往上呢 又卡住了怎么办 再横向运输 就变成水往上走的时候要横向 然后往上走的时候再横向 它的运输是不是比较没有效率 所以甲导管或甲导管包 是比较原始的 导管是不是整个贯通 效率比较高 它是比较先进的 好那什么植物是先进的植物 被子植物 被子植物 只有被子植物有先进的导管 那像蕨类跟螺子植物 只有甲导管比较原始 所以高等植物 还有分为高等中的高等 跟高等中的低等 螺旅植物就是高等中的低等 它只有甲导管 开发植物 或叫被子植物 它就有先进的导管 好导管甲导管 都是死亡的后壁细胞 功能指示一下细胞壁 来运输水分跟无基盐 好那木质 而任皮部呢 我们直接看图形 又不一样了 任皮部的细胞全是活细胞 你只要听到活细胞 这三个字 活的哦 一定是薄壁细胞 活壁 因为后壁细胞都死了 成熟后会死亡 那其中塞管 塞管上面有板子 就是细胞壁还留的 这个板子叫塞板 挡住上面跟挡住下面 导管整个贯通 但是塞管没有 塞管的上面有一个板子 叫做塞板 下面有板子叫塞板 塞板上有孔洞 这个孔洞就叫做塞孔 塞板上的洞叫塞孔 不是很棒棒吗 那刚刚说的导管 导管的墙壁上有洞洞 叫做壁孔 那塞管墙壁上的洞叫什么呢 叫测塞孔 不能用壁孔 因为壁孔已经给导管用 所以在命名上 为了让两群细胞不要搞混 导管上下贯通 侧面的墙壁有洞 叫壁孔 那塞管的上下有塞板 塞板上的洞叫塞孔 那侧面的洞叫测塞孔 就可以用名称来做区分 那旁边有一群细胞是伴着这个塞管细胞的叫半细胞 半细胞有细胞核 而塞管有发现到这个图 没有细胞核 诡异了 它是薄皮细胞 是活的细胞 活细胞却没有细胞核 那怎么生长 你需要基因转入转异 我没有 怎么办 由半细胞的细胞核 转入转移出蛋白质 提供给塞管 让它可以生长发育 所以这两个细胞 合作的非常紧密 那我们就称这样的状态 叫做塞管半细胞复合体 在这边 塞管半细胞复合体 它早期是来自于同个母细胞 这是一个母细胞 它分裂成两个细胞之后 一左一右 这个细胞变成塞管 核丢掉了塞管 而这个半细胞 细胞核还留着 它们中间有很密集的沟通 好 这叫做塞管半细胞复合体 科学家拿一个很细的铁丝烧红 下来把塞管烧死 旁边的半细胞跟着死掉 一样的 你用很细的铁丝烧红之后 杀死了半细胞 隔壁的塞管也会跟着死掉 塞管半细胞叫做命运 命运共同体 它们要一起生活 缺谁都会死 只有同一个母细胞分裂而来 有没有觉得很浪漫 下次你跟你的对一半说 你就是我的半细胞 你没有我会死 我没有你会死 发现了 所以这就是塞管细胞 活细胞 活细胞只是没有核 而旁边的半细胞有核来帮助它 好 来到这里做一下 半细胞跟塞管 有什么有趣的点点 半细胞也是先进的细胞 先进 你们只要看到先进两个字就知道 只有被子植物才有 也就是罗子植物并没有半细胞来帮忙塞管 所以罗子植物的半细胞 罗子植物的塞管 运输有机养分的效率比较差 没有人跟它相伴 来帮助它运输 而半细胞跟塞管相伴 它是先进的细胞 所以罗子植物的塞管来帮助 说得很棒吧 那罗子植物它的塞管谁来帮忙 我们会补充 有另外一节细胞来帮忙 但效率没有半细胞好 所以罗子植物的运输真的比被子植物差 运输水分无际的木植物已经差了 运输有机养分的这个热皮布也比较差 所以它演化上就是没有被子植物那么险进 好 那维管的组织 除了刚刚讲的木植物和热皮植物之外 还有其他的薄臂细胞 这边有个薄臂细胞 薄臂细胞可以做短距离的运输 比如这植物细胞 说你有孔道交给另一个植物细胞 所以有些植物细胞它是薄臂的 但也属于疏导组织 因为它可以做短距离的运输 好 然后还有一些是纤维细胞 像木植部有木植纤维 热皮布有热皮纤维 功能是支持木植部跟热皮布 只不得支持 所以这些纤维细胞就没有运输功能 它只不得支持木植部跟热皮布而已 好 当我木植部内部上完之后来看这个比较图 热皮布跟木植部 它们都有热皮纤维或木植部做支持 纤维都是死细胞 这没这么好说的 后壁死细胞 我们要看的是其他的细胞 木植部主要是导管跟甲导管 甲导管又叫管包 全是后壁死细胞 对不对 但是半细胞跟腮管 全是活的薄壁细胞 只要是活的细胞 一定是薄壁 只是腮管没有合 这个很奇怪 活细胞都要有合 它就腮管没有合 哺乳类的红植球没有细胞 植物的腮管也没有细胞 动物植物各有一个例子 好 那半细胞是正常有合的活细胞 它没有壁孔腮管 它不做运输 真正运输的是腮管 所以它有腮板上有腮孔 侧面有侧腮孔 负责运输有机养分 而半细胞只负责协助 没有参与 而导管甲导管 它是负责运输水分无其言的 其中管包 因为上下是封闭的 上下不通 所以运输效率比较差一点 比较低的 好 重点是运输方向 腮皮部的运输方向 是运输有机养分 可能是根到精到业 或者反过来 业到精到根 也就是植物体由根往上送到精 或是从上面的精往下送到根 腮皮部的运输双向都可以 看你的需求 但木植部的运输只能往上 你看下面的 根到精 精到业 根到精 精到业 木植部运输只能由下往上 理由 我们之后讲运输的时候就会提到 而且木植部不能调节 为什么 都死了 木植部全是死细胞 所以木植部的运作 完全是物理学在运作 没有生物 而是腮皮部的运输 就有活细胞来做调节 重点是最下面 半细胞是先进的 只有开花植物 或叫被子植物有 木植部中的导拐是先进的 只有开花植物跟被子植物有 所以这两个被我圈起来的 是先进的细胞 只有被子植物 我叫开花植物 有 其他的维管树植物 没有 那如果讨论 那个显胎 显胎植物 以上都没有 显胎植物是无 维管树植物 没有木植部 没有任命部 以上都没有 它最原始 从绝类开始 有木植部 任命部 这些维管树 以上我们就把疏导组织 包含木植部 任命部的相关成员跟性质 就介绍到这边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